美国联准会公布和平书指出 一月初到二月中 美国经济以温和制适度的步伐增长 还说企业对短期经济前景 总体持乐观看法 但比上次报告有所减弱 报告发布后美元短线拉伸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MWC 几乎大部分涉足5G业务的厂商 也都展示车联网应用 高通表示 他们的车联网试验平台 已经受到5G汽车联盟的支持 韩国电信商SK 则展示号称全球首辆 能够实现高速5G通讯的概念车 另外台湾大宣布 将攜手AT&T 推车联网应用平台 成功切入全球22个品牌车厂的 加值应用 欧元区制造业二月景气扩张加速 升到近6年来最高 亚洲二月制造业也普遍增温 包括日本、中国、印度 延续全球制造业复苏的现象 华雅客并入美光后 美光三日将全面接管 除了更名为美光台湾分公司 美光也将进行结构性大调薪 取消过去台厂的三节奖金 将福利平均分散在月薪 使月薪涨幅达到三成之多 新唐人亚特电视 正面报道